5月6号至8号,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赵乐际 赵乐际表示,中阿都是增长潜力巨大的新兴国家 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阿方加强政党、政府和议会交往 继续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密切协作,增进互信、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赵乐际还与阿方领导人交流了治党治国经验,阐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阿邦请赵乐际转达对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诚实问候 强调发展对华关系是阿根廷的外交优先方向 阿将继续同中方在涉及彼此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支持 积极参与中拉论坛建设,推动中拉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